我這幾天 因為我也是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開廚師 房間變得很悶 睡起來就會有點尿尿 馬上把這個大噴特噴 開廚師 again 然後全部大吸特吸 吸完之後晚上好好睡 真的 我跟大家說 如果妳真的用了這個除塵板的商品 去用妳的 平常在睡的那個床單拿被套 就像剛剛蜜亞講的 妳噴上去 然後 廚師 然後烘乾 然後或者是妳要把它拿去洗都可以 但是我剛講是沒有洗的狀態 我們只是靠這個噴霧 把蠻蟲趕走 然後除濕 然後把它稍微滾一滾 吸成器吸一吸 把它那些屍體 還有本身它留下來的髒東西 帶走之後 甚至還有我們身體的皮屑 那個都是蠻蟲的養分 冰結過後 妳再躺這樣去那個床 妳會發現它整個脂品 就像妳剛從乾洗店出來一樣 真的 它真的很有效 很像睡飯店的棉被 高級飯店的棉被 第一天住進去的時候 對 睡起來就是當傷的有沒有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那個感覺 裡面沒有任何的戲劇 然後加除濕機 大除一次 妳睡起來那個唇棉的感覺 真的不一樣 不好會容易過敏的 我會建議擺一罐 然後妳平常就可以拿來 把那個填充玩偶都噴一噴 而且我跟大家說 因為呢 就是前段時間 冬天衣服換季的時候 我也很心機很重 我把它噴在 我就用一些 那個壓縮袋裡面嗎 我把它噴在外面 然後讓他們就是那個 有一些味道 希望他們不要在裡面 提示 哦 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很棒的進化 從頭危機組啊 這個 這一組真的是 超級無敵推薦給大家 超級推薦大家 謝謝大家